好 站上舞台一直是林星辰的梦想 如今台上有爸爸高聲駐唱 台下有妈妈加油打气 在人生最幸福的一刻 她还想要做更多 票价然后扣除成本之后 这些尽力我们就想说 奉献给社会 然后这个管道我们就透过 那个游慈祭还有华山基金会 今年28岁的保险经纪人 因为在心灵课程中受到鼓励 而决定勇敢去实现梦想 从小就跟着阿姨做慈祭 善的念头也早就在心里 平常她都有跟我去做环保 还是那个慈善的部分 那因为她工作的关系 所以也没有办法常常去 可是因为阿姨在做慈祭 多少也对她有影响 一致陪伴在旁的父母 再次以她为荣 自己跨越一大步 就是她认为她想做的事 也就是她的梦想 她能够实现 这是她的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也自乎她 她代表乐团慎重捐出尽力所得 今天这场演唱会 不只是一场演唱会 更是一份爱 也一份善 此际基金会 用一份非常感恩的心 来接受这份爱善 真实感受年轻人 行善的力量 也会是社会最值得鼓励的正能量 大爱新闻 这上美志工文艺化 郑嘉兴嘉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